各位朋友大家好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张献忠这三个字 成了中国大陆网络上的敏感词 而且呢 还派生出了很多与张献忠有关的新词汇 比如说遍地张献忠 呼唤张献忠等等 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奇怪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张献忠又回来了吗 其实啊 所谓张献忠的耿其本质的含义呢 无外乎就是一种 就是希望用暴力的手段 解决社会上的不公平 这种暴力手段 甚至包括对平民的无差别的攻击 那么为什么这些残暴不仁的行为 都与张献忠联系在一起呢 为什么不是别人呢 明末清初的时候是一个乱世 那是一个产生罪恶产生恶人的温床 有很多的恶人 为什么不呼唤李自成 不呼唤多儿滚 不呼唤多多 偏偏要呼唤张献忠呢 其实这也难怪张献忠实在是过于恶名昭著了 他的恶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张献忠 聊聊他做过的和他没做过的事情 聊聊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聊聊他到底是不是人 一说起张献忠 人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图川 因为张献忠把四川人差不多都杀光了 所以才有了以后清朝的湖广田四川 亲人所住的名史甚至给出了张献忠杀人的具体数字 是六万万 按我们现在的理解是六个亿 这个数字明显不靠谱 别说四川了 当时全国的人口也肯定不足六个亿 所以有些人会说 拿出这样一个夸张的数字 名史的编撰者们 他们的动机何在 他们是想夸大一个什么样的事实 又是想掩藏什么样的事实 而且这个数字也太假了 编撰者完全低估了读者的智商 但实际上 名史的编撰者真的这么愚蠢 虽然名史中的记载有很多商榷之数 但关于这个数字其实并不离奇 在我们现代人的理解 万万指的就是一个亿 但是在中国古代按照五经算术的说法 实际上是有三种计数方法 万万按中位数法算是亿 而按下位数法算则是十万 下数法是逢时即变 比如说十个百就是千 十个千就是万 十个万就是亿 所以六万万实际指的是六十万 那么张献忠到底有没有杀了这么多人 明末文人的笔记小说日记家谱 都可以佐证张献忠确实杀了很多的四川人 虽然这些记载中有不少的夸张成分 但张献忠曾经涂穿这个事实 应该是不容诋毁的 如果真的有人想抹黑张献忠的话 他可以编造正史 可以编造几本野史 但他不可能修改所有有关这个事件的记载 甚至有些记载还是外国人写的目击记 那么张献忠有没有杀了这么多人 明史中记载的这个数字 并不是指的张献忠在四川杀的人数 而是仅仅指的是他在成都附近杀的人 不光是明史中有这样的记载 其他的文人笔记 野史甚至家谱 以及西方传教士的目击记 都记载了张献忠曾经涂穿 不过一直以来 还是有人对此提出疑议 有人说张献忠当时是大西国的皇帝 成都人四川人那都是他的子民 他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子民呢 这些人都死光了 谁来给他交税 谁来给他服劳役 他这不是自断生路吗 这在逻辑上说不通 还有人说川人被图这笔账应该算在清朝人的头上 是他们在占领四川的过程中 屠杀了大量的四川人 而后又将这口黑锅背在了张献忠的身上 清朝时期又实行文字语 抹杀了大量的反映真实历史情况的书籍 所以才会造成现在异口同声的都说张献忠图川 中国大陆四九年以后 因为意识形态的需要 农民起义被捧上了天 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也同样变成了高大上的人物 这时候张献忠图川就变成了 他杀的其实都是那些地主阶级 或者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 那些文人 这些人都该杀 那么哪种说法才能更加准确的反映 当时的历史真相 那么张献忠到底是杀人恶魔 还是杀父济贫的英雄 他杀的人都该杀吗 如果书面的证据还不足采信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些史物的证据 2017年江口陈吟出水了 所谓江口陈吟是传说中的张献忠的宝藏之一 江口是位于现在的四川省梅山市 距离成都差不多六十多公里 陈吟的地点是在梅山市江口镇的闽江河道内 张献忠率领着水军 以及携带着大量的金银财宝 企图逃离成都的时候 经过了这条水道 并在这里遇到了南明的将领 杨展 杨展非常能达 他率领着水军 绑效三国施西火烧赤壁 火烧连营的方法 用火攻击败了张献忠的水军 张献忠仓皇逃算 携带着大量珠宝的船只也被迫被凿沉在了这里 据说江口陈吟只是一部分很小的宝藏 张献忠携带的大部分金银财宝 是被张献忠藏在了另外一个地方 据说这个地方是在锦江河道内 据说败退的张献忠曾经命人在锦江建起了一道大堤 将锦江水拦住 然后将大量的财宝埋于河底 最后再掘开大堤 这样这些财宝就永远深埋在了锦江河底的淤泥 当然了这也只是一种传说 喜欢盗墓的朋友可以自己去锦江河道内去探查探查 从江口陈吟出土的那些宝藏中 有很多的金钉银钉珠宝 而且还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比如大量的银耳环 这些银耳环非常的朴实 上面也没有什么花纹 从价值上来说 应该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肯定不会是那些有钱人家的首饰 有钱的人看不上这些简陋的事物 这些事物很大可能是属于一般的老百姓 这些银耳环 有可能是四川某一位农家的女儿 她出价时送的价主 也可能是成都一个小商户人家的日常事物 这些东西都不是很贵重 而且都是来自于最普通的人家 那么这些东西 为什么会出现在张献忠的宝藏之中 张献忠又是怎么能得到这些东西呢 是不是张献忠洗劫了成都的银铺 才能得到这么多的银耳环呢 这些银耳环都是手工打造的 在成都的银铺都可以打 一般的他们都是根据客人的需要 客人定制一个 他们就打一个 并不需要事先打制很多 因为这样做并不会带来什么商业的利益 而且还可能会有损失 毕竟银本身也是货币 你把它打造成了耳环 实际上是限制了它的使用 这些耳环有董行的人说 就是当时很普通的丁香耳环 确确实实就是普通老百姓家有的东西 那么是不是张献忠手下的士兵 从老百姓家中抢来的呢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这个士兵会把这个小饰品装在自己的兜里 而不会上交 张献忠应该也不会介意 毕竟单独的一个两个的耳环值不了太多钱 那么这些大量的银耳环到底就是怎么来的 这很像是一次有组织的收缴行为 这些并不是张献忠的士兵们挨家挨户的收缴来的 他们应该是在一个特定的场合 在大量的人群被击中的情况下统一收缴而来的 在这种众目睽睽之下 如果张献忠下了命令收缴这些耳环 那么士兵们是不敢将其偷偷的放进自己的口袋 而且也没必要 毕竟并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虽然一个两个的不值钱 但如果都放在一起的话 那也是陈甸甸的银子 听到这里 大家会不会想到 二战时期 德国纳粹从犹太人身上搜刮来的一筐一筐的钻戒 和奥斯维斯基中营中一筐一筐的金牙呢 这些都是来自于刚才我们所说的有组织的收缴行为 这些视频的主人被收缴的时候 可能已经是死人 也可能他们还活着 他很快也被杀了 联系到很多史书中记载的张献忠曾经在成都进行的大屠杀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些耳环都是从那些被张献忠杀害的成都老百姓的身上摘下来的 张献忠图成都这件事情是确凿无疑的 关于这件事情的记载不仅有明史这样的正史还有蜀壁荒原等诸多的野史以及明末文人的笔记 还有家谱甚至还有两位意大利耶稣教的传教士的母基记 据史料记载当时成都大概有二十万人张献忠把他们全杀了 那么张献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成都可是大西国的帝都 成都人那也都是大西国的子民 张献忠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子民 没有了子民 他还能当谁的皇帝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从张献忠误川开始说起 还是在假申年公元1644年 在这之前李自成的军队刚刚击败了明军的孙传亭部 这是明崇祯皇帝能够调动的明军最后的精锐 孙传亭部被奸以后天下大事可以说已经是动若观火 明朝的命运算是已经注定了 在这一年的正月李自成在西安成立 然后不久就开始了向北京的侵发 而此时的张献忠也已经掌控了湖北全境 但他不想离李自成太近 那时候的李自成可谓是如日中天 张献忠惹不起 所以他躲得起 这就是他决定放弃湖北进入四川的原因 这一年的七月张献忠的部队攻克了重庆 九月占领了成都 在这里他建立了他的大西国 而此时李自成已经占领了北京 成了大顺皇帝 张献忠接受了李自成秦王的封号 为了表示自己对李自成的臣服 他还是使用了李自成的年号大顺 而不再使用自己以往的年号天命 天命这个年号是他在公元1642年的时候自命的 初入川的时候 张献忠并没有开始他的大肆屠杀 一般他都在攻取某个城市之前 向城中人喊话 如果你们抵抗的话 我就将会屠城 如果不抵抗的话 那秋毫无犯 在重庆的时候 他遇到了强烈的抵抗 破城之后他将几十万人的首长砍掉 据鸡六旗的《明记南略》记载 献忠随徒重庆 砍守三十余万人 流血有生 张献忠的残暴 由此可见一斑 在成都立国以后 张献忠也曾经想过要收买人心 要好好地当他这个皇帝 他铸造了大西国的货币 开了科举 赢得了一部分世人的忠心 但与此同时他又对他所统治的地区实行特务统治 在他统治的区域实行了严格的保甲制度和严密的言论管制 张献忠让他手下的人穿变装混入民间 听老百姓们在说什么 如果谁说的稍微有点出格的话 马上就会被抓入大牢 老百姓白天不敢说 晚上躺在床上都不敢随便说话 因为张献忠会派徐义翻墙入户 蹲在墙根底下 偷听百姓们在议论什么 是不是背后在说他的坏话 据当时有一个传说 一户农民晚上睡觉的时候 男人躺在床上 跟老婆说隔壁家的一些八卦知识 他老婆说了一句 说你不要议论这些张家长李家短的事情 让人家听见了不好 这番话就被敦墙根的徐义听到了 报告给了张献忠 并将这夫妻二人关押了起来 张献忠知道这件事以后 略意思考 然后就哈哈大笑 说这俩人你可不能抓起来 要给他们金银赏他们 因为他们说了很对的话 他们说的是张家长李家短 这样的统治方式 很快激起了鼠人的强烈不满 加上此时南明政权已经建立起来了 南明政权作为大明政权的延续 在很多的鼠人看来 这比张献忠的大西国更符合法理 随着南明政权在四川南部的逐渐渗透 川人的心 特别是读书人的心 更加的心向南明 张献忠这时候虽然已经占领了成都 成都是当时四川最发达的城市 人口也是最多的 从历史上来说 如果占领了成都的话 那基本上就可以统治四川全境 但此时的张献忠能够感觉到 自己的势力远没有达到四川全境 他派去四川各地的官员经常被当地人所杀 他根本无法对成都附近以外的地区进行有效的统治 这件事情让张献忠非常的气恼 但此时的他还没有疯狂 再以后情况进一步的恶化 南边南明政权步步紧逼 北面与李自成的部队交战也节节失利 进入成都以后的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1645年 清军开始入川 从四川北部向张献忠发动进攻 此时的张献忠面临着南北夹击的局面 硬顶肯定是顶不住的 对于他最好的选择就是跑 对于跑张献忠是颇有心得的 毕竟他本来就是流寇 这时候他的左丞相汪兆陵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 说皇上入川未满一年恩信未解 这时候如果我们离去的话 那么四川人向来彪悍 到时候想恢复的话必费手脚 所以依尘于见 莫若将城内百姓无分良见老弱尽数绞杀 处尽周县百姓也全部杀掉 如此将全川成于赤地 这样即使有人想要这块地 看到这样子也就不会再要了 到那时候皇上你想回来就回来 汪兆陵还对张献忠说 说蜀人彪悍屡屡叛 不是皇上对不起蜀人 而是蜀人对不起皇上 张献忠听了以后是连称妙计妙计 决定在次日对成都屠城 公元1645年11月23日 成都的老百姓怎么也不会知道 这一天就是他们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也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当时有两位意大利的传教士 一名叫利雷斯 还有一名叫安文斯 这两个人当时也是张献忠风的天学国师 当时他们二人与张献忠一起 站在城楼之上 现场目击了屠杀的全过程 几十万百姓被赶到城门边上 百姓们似乎知道自己将要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他们跪地求饶 其中有人看到了城楼上的张献忠 就对张献忠喊道 大王你是我们的大王 我们是您的民 我们并没有犯罪 我们也没有武器 大王为什么要杀我们 张献忠听到以后一点没有哀怜之意 反而是跑下城楼 骑着马 纵马冲入了人群 任马蹄在人群中踩来踩去 并高声狂轰 骂他们思同敌人 都是该杀该死之反贼 随即命令军事 马上行刑 当时的场面是血流如何 成都晚落是人间地 杀完人以后 张献忠又命人在城中放火 将这座昔日繁华的城市 转瞬间变成了一处荒原 利类斯和安文斯 后来将他们这段经历 写入了他们的一本书 叫《圣教勿川记》 这本书是以拉丁文写旧的 写成以后 一直是在传教士之间传阅浏览 一直到了1918年 才由另外一名传教士 翻译成了中文 这时候国人们才看到 那段血血的历史 这本书因为是传教士所写 他们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 既不是明朝一方 也不是清朝一方 所以相对来说 他们的立场决定了 他们的记载 更加的客观公正 而且这本书 1918年才被翻译成中文 那也就是说 在这之前 没有人会利用这本书 故意污蔑张献忠 从这几方面来看 这本书的史学价值是很高的 而后来的一些考古发现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江口陈吟 以及成都的万人坑 都佐证了这本书中的记载 现在或许可以解释 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 就是张献忠为什么要屠杀自己的子民 张献忠屠的时候 他已经决定放弃蜀地 所以蜀地之人不再是他的子民 不仅如此 这些人还将成为他敌人的子民 为他的敌人贡献赴税 为他的敌人付劳役 甚至为他的敌人去征战 此外 大家别忘了张献忠的本色 他是刘寇 刘寇在乎的是钱 并不是人 刘寇到一个地方 烧杀抢劫一番 拿了钱就走了 这个地方的人将来会不会支持他 会对他有什么样的看法 这对他来说一点也不重要 这些人是死是活 对他来说也不重要 到另外一个地方 还有另外很多的人 还可以再强 也可以再杀 毫无疑问 张献忠以及他的民变队伍 就是一步行走着的杀人机器 张献忠本人也有着强烈的反社会人格 他想报复社会 而他报复社会的方式 不仅是挑战当时的官府 更是把手伸向那些比他更弱小 更无助的人 张献忠能成为这样的人 与他的成长经历是有关系的 他出身于一个军户 在明朝时期军户的社会地位非常低 远远比不上农户 说句不好听的话 跟奴隶也差不多 从小张献忠就遭人白眼 被人嫌弃 长大以后呢 他曾经在县衙中担任了一名普怪 后来因为犯了罪被判处死刑 经人搭救 才改为被打150军棍 再后来张献忠加入了高盈祥的民变队伍 在民变队伍中 他比李自成的资历要老 张献忠与李自成是高盈祥麾下的两名闯将 后来李自成发展的越来越好 而张献忠则自愧不如 张献忠李自成这样的人 他们都会屠杀比他们更弱小的生命 而随着他们地位的逐渐提高 比他们弱小的人越来越多 而等到他们当了皇帝 自然也就可以屠戮天下 明朝那时候的社会结构 是呈现中一个标准的金字塔形 顶层的人很少 大部分人都处在底层 所以这就形成了一种底层互害的模式 底层的人数众多 但获得的资源很少 他们又无力挑战上一层 所以在底层之间的互害 就成了一种长硬模式 而张献忠所成长的明朝中晚期 正是处在这种情况之下 晚明大家刘宗舟先生 曾经描述过明朝晚期的近况 说格斗出于妇女 官平出于市井 额言横于道路 《水浒传》中描述的时代背景 实际上就是明朝中晚期的状 那些所谓的英雄好汉 实际上大部分都是一些流氓 孙二良是卖人肉包子的 他判断这个人该不该杀的标准 不是这个人是善还是恶 而是他的肉是肥还是瘦 李逵是个杀人狂魔 他劫法场救宋江的时候 手持板斧冲入人群 见人便杀 那就是一个疯子 宋江是杀了自己的老婆 才被逼上梁山的 这些人在这部书中 却都成了英雄好汉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价值观 那是一个被暴力笼罩的社会 很多人相信以暴异暴 以暴异暴虽然听起来挺有力量 但他那不过是一种文明的倒退 无奈 更有甚者 有的人做不到一抱一抱 他就将手伸向那些比他更弱小 更无助的人 这种事情到现在我们也经常能见到 比如说那些发生在学校幼儿园中的杀戮 那些凶手是天底下最丑陋的懦夫 他们值不得半点同情 这些流氓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称呼 在宋朝的时候称之为岛子 在明朝的时候称之为光棍 到了现代社会称之为部分城管 明朝时期有名的犯罪团伙 他们的名字叫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 而这正是水浒传中一百单八将的出处 明朝后期整个社会都处在因为经济崩溃 导致的经济高压之下 再加上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公 这样造成整个社会是戾气出天 很多问题的根源都在于贫困 在我们以前受的教育中 贫困总是和勤劳善良诚实 这些美德联系在一起 但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 贫困则是和贪婪狡诈愚昧 没有底线不择手段 漠视生命联系在一起 贫困的人经常吃不下饭 他们有时候甚至羡慕那些动物 能找到东西糊口 所以在他们看来 人的生命还不如一个动物 就这样 人生命的高贵被贫困 深深的踩在了脚底 这些人不光漠视别人的生命 同样也漠视自己的生命 所以他们会说脑袋掉了 不过是晚大的罢 所以他们会说20年以后 我又是一条好汉 20年以后他真的还愿意回到这个人世间吗 这些人漠视生命 他们更加漠视比他们弱小的生命 比如说女人 所以他们会说朋友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因为朋友能给他们带来利益 而女人则不能 所以张献忠在逃离成都的时候 将他后宫中的300名非贫 杀掉了280名 只留下了20名随军示好 在行军途中 他又觉得行军速度太慢了 所以他让他的部将们 将随军的家属全部杀掉 张献忠对女性的暴行 简直是庆竹难输 也是因为贫困 我们从元明清三朝人们的身上 再也看不到圣唐时的自信 和宋代的优雅 这也就难怪 崖山之下十万军民 为他们所热爱的文明而殉葬 而梅山之上 只有崇祯一人自挂 东南支 所以有时候我不太理解 那些鼓吹明朝 或者鼓吹清朝 而且相互贬低的那些人 我觉得明朝和清朝 都是在中华文化的底层 这种相互嘲讽的方式 更像是另外一种形式的 底层互害 顺便说一句 底层互害 更像是内卷化的一种结果 所谓内卷实际上是一句外来语 来自于英文involution in是向内的意思 volution代表的是漩涡 代表的是卷 内卷代表的意思是自己跟自己斗 和involution相对应的一句英文叫evolution 这个词大家很熟悉 这个词大家很熟悉 是进化的意思 它是向外的 是扩张的 那么这两个词 哪个前途更光明 不是朝然若揭吗 内卷化最早是由社会学家格尔茨提出的 他是在考察了找挖的农业以后 发现了一条规律 就是当当地的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 不管你投入多么大的人力物力 都很难造成生产力的提高 即使生产力提高了一小部分 而这小部分也会被增加的人口所吞噬掉 这也就是所谓的边际效应递减规律 这条规律不仅仅适用于农业 也适用于社会形态 当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 它就会停滞 不再发展 而卷向内部的自食 整个社会就会处于一种无用的消耗之中 比如说工业革命以前的世界 一千多年来 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提高 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马尔萨斯陷阱 公元1647年1月 张献忠在与清军对峙时 他在观察对方大营时 被清军的一名神射手一箭射入了肩下 张献忠当时疼的在地上翻滚 史书记载 他最后是被活活疼死的 细心的观众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张献忠是在1647年死的 而康熙24年 也就是公元1685年 统计四川的人口的时候 发现只剩下了一万八千人 相较于万历年间的四川人口 大概是在600万左右 那么在这百年间失去了90%以上的人口 这个统计是在公元1685年做的 而四川全境平定是在公元1662年 而张献忠则是在1647年就死了 那也就是说从时间上来讲 1647年以后 四川失去的人口都与张献忠无关 再有从空间上 刚才我们提到了 张献忠真正控制的范围 不过就是成都以及附近的州县 川南川北都不在他的手里 所以即便是他想屠杀 他也不可能屠杀全四川的人口 所以片面的说 是因为张献忠图属 造成了四川人口锐减 并最终触发了湖广田川 这个结论是不准确的 因为他还放过了另外几个凶手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清军 清军图属与张献忠相比 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时间更长 覆盖的范围更广 当时有一名叫陈调园的官员 汇报当时川中的战况 曾经这样说道 不得已而动大兵角之 民贼相混 玉石难分 或全城聚奸 或杀难留富 除了清军以外 还有南明的部队 南明的部队其实并不是什么正规军 那也不过就是一个军阀 除了南明的部队以外 还有吴三桂的部队 再加上后来的三年平番 这些因素都共同促成了四川人口的锐减 过分的渲染夸大张献忠屠川的罪行 是清朝人的阴谋 因为只要把张献忠说成是一个杀人恶魔 那清朝人入川就成了替天行道 这样既掩饰了他们杀人的罪行 又促成了他们政权的合法性 因为这符合清朝人一直强调的 明亡于刘贼这一论断 就像多尔滚说的 清朝并不是从明朝手里成绩天下的 而是从刘贼手里抢回来的 所以他们得过罪证 那么我这么说是不是想要洗白张献忠 怎么可能呢 张献忠是一个杀人狂魔 从他图成都一地就足以证明 我只是不希望当我们把罪行都推到张献忠一人身上的时候 而忽略了其他的凶手 除了刚才提到的那些因素以外 还有一个因素导致四川人口的减少 就是虎患 我们现在人很难想象那时候的四川出现了大量的老虎 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当时人口大量减少 使得森林面积不断的扩大 当时据说四川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 丛林大了自然老虎就多了 而死人多了 尸体也多了 野狗也多了 那么老虎就更多了 据说有一位县官去上任 他带了八名随从 迎接他的并不是前任的官员 而是一群老虎 或者带着其中的前任官员在老虎的肚子里 老虎吃了他们八个随缘中的五名 暴力与屠杀 使得人类生活的地方变成了丛林 而在这虎豹横行的丛林中 人又居于食物链的第几层 有些人迷信丛林法则 相信弱肉强势 但如果有一天当他们一觉醒来 发现他们生活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一片丛林 周围是虎狼环似 那又该做何感想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c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